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月27号凌晨12点20分左右 该名女子从悉尼安永办公室11层跳楼身亡 其生前好友表示 该名女子曾在工作中遭遇过种族歧视 堪培拉一名男子在新州滑雪期间失踪 警方今天扩大搜索范围 据了解 该名男子今年23岁 最后一次和家人联系是上周六早上 警方于周日下午在附近停车场找到该名男子的车 本周一开始 新州警方扩大搜索范围 截止发稿前 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墨尔本东北部一处房屋起火 造成一名女子死亡 两名儿童情况危急 昨天晚上9点左右 墨尔本东北部一处房屋发生火灾 消防人员从房屋里救出一名女子和两个孩子 该名女子当场死亡 两名儿童因吸入过量烟雾 目前仍然情况危急 新州一辆公交车偏离道路撞上雪山附近的一个低岸 导致7人受伤 其中包括4个孩子 据了解 一名儿童疑似锁骨断裂 另外一名成年人脚踝断裂 7名伤者目前情况稳定 再来关注澳洲各地疫情数据 新州今天新增本地传播病例3000例 27例死亡 维州今天新增2375例本地传播病例 25例死亡 昆州今天新增1631例本地传播病例 15例死亡 以下再来关注1688澳洲新闻网今天的五大热点资讯 以上就是今天晚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1688澳洲新闻网